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是本门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通过这节课我们会对前面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另外我也会给大家提几点学习上面的建议 首先恭喜大家学习完了这门课程 相信通过这门课程学习大家一定又是收获满满 这门课程我们讲解的是从ES2015到ES2020每一个版本所引出的一些新特性 并且我们通过对比ES5的预法以及ES的新特性去凸显出ES新特性所在的一个优势 并且我们也通过一些实际应用场景给大家讲清楚 我们的新特性应该在什么时候去使用以及如何去使用 下面我们通过我们的电子书对这门课程进行一个回顾 这个是我们课程配套的电子书 然后我们点击快速上手 大家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ES和GS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吧我们常说GS是一种语言而ES是一种标准 相当于是JavaScript是遵循了ICOMAScript这样一个标准的一种语言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GS和ES其实是一个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作GS有的时候称作ES 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同一个意思 然后因为我们说ES的新语法其实在标准器上面不能够被很好的识别 所以我们在这门课程当中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交手架 这个交手架是我事先配置好的 但是在我们课程的后面给大家讲解了这个交手架应该如何去配置 并且大家应该也对Webpack的配置有一定了解 对吧 我们整门课程的所有代码其实都是基于这个交手架进行开发的 因为这个交手架里面是基于Webpack 然后里面配上个Bible我们通过Bible就能够把我们ES的新特性 转化成标准器所能够识别的语法 OK 然后大家看这边这个思维导图 其实通过我们的学习大家也能够看到 对于ES新特性 其实ES2015也就是ES6这个版本 其实发生的改变也是最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本门课程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讲ES6的支点 我们一起通过这个思维导图 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在ES6里面我们学行了两个新的声明方式 对吧 然后有了这两个声明方式之后 我们就不再需要使用V这个关键字去声明我们的变量了 在解构复值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取到等号右边的值 直接可以对右边的值进行一个解构 直接就可以取到里面的值 非常的方便 然后在array里面其实对数组进行了很多的扩充 并且对于数组的便利方式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方法 在ES5里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用普通的货行环 或者for each或者是map等等这些方法 在ES6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for off 去循环便利我们的数组 然后对于我们的方法 尤其是对于函数的一些参数的处理 是不是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处理方式 另外在function这一节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箭头函数 因为它是不是可以简化写法 另外它的重点是对于Z字的指向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学习你已经能够了解 其实object无非是对于object里面的一些 属性的写法或者一些方法的写法 进行了一些扩充 然后class 它相当于是对于我们ES5 这种圆形的一种语法堂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class上的关键字 去实现我们的类 或者是使用extense实现继承 在ES6里面提出了一种新的原始书军类型 叫做symbol 它的特点是能够保证我们的属性的值是唯一的 对吧 然后sign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法 可以很快速的实现一些 对于字幅创业的一些处理 接下来set和map 这也是ES6里面提出了两个新的数据结构 set的特点是里面是不能够重复的 而map的特点是建制度的形式 对吧 这个regular expression指的是我们的正德德拉士 正德德拉士这一节提出了两个新的修饰符 叫做y修饰符和u修饰符 另外对于number和math这样的一个数值和数学 是提出了一些常见的方法 对吧 另外prosy 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prosy只叫做代理 当然知道前端主流框架里面有一个叫做view的 viewE 对吧 我们项目当中也讲到 然后在view2这个版本 其实底层对于双方数据绑定使用的是 ES5里面的object.define property 去实现的 但是在view3这个版本里面 其实已经改成了prosy这种写法 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去学习view圆码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在view的底层是如何通过prosy 去实现这种数据绑定的 另外呢 reflate 它是不是把之前object下面的一些方法 移植到了reflate里面 对吧 并且呢 reflate下面提供了很多经济方法 这些方法呢 都是跟prosy的方法是一一对应的 再往下看 promise和generator 他们其实都是对于 异步操作的解决方案 这个呢 其实也是我们讲课的重点内容 所以呢 大家回去啊 一定要把我们的promise也好 或者generator也好 这些异步的操作呢 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 因为其实 现在GS代码之所以越来越复杂 在一定程度上呢 是因为我们的操作当中 异步操作越来越多 而这种比较复杂的异步操作呢 很多同学经常搞不清楚 所以说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大家能发现对于同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ABC三个这次文件 有应该关系 这样一个异步操作的例子 我们是不是用多种方式去实现了 第一种方式 我们使用的是 callback hill 这种回调的方式 最基础的一种 第二种呢 我们使用promise 这种异步操作 实现了这种请求的方式 另外呢 我们还使用generator 也实现了同样需求 再往后 在ES8里面 我们是不是用 async await 也同样的实现了需求 所以呢 其实ES当中的异步操作 是这里面的重点啊 大家呢 一定要多去练习 在Iterator里面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对于一些 原本不可以去迭代的一些结构 然后呢 通过实现可迭代协议 以及迭代器协议 是不是也能够让它去 可以变利的 对吧 也可以很方便的通过 Fall off循环 把它循环变利出来 在module里面呢 其实是ES6里面 提出的一种模块化的方式 在这一节呢 我们也讲过 在前端的一些 模块化的历程 然后呢 它们进行的区别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ES2015里面 也就是ES6里面 学的这些语法 其实在整个课程里面 大概有一半的课程 其实我们都在讲解ES6 所以呢 对于ES6的语法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练习 以及认真的去复习 那我们再看后面啊 从ES6里外 我们是不是又学行了 ES7到ES11 也就是ES2016到ES2020 其实大家能够发现 这几个版本 所有的新通信加起来 可能也没有ES6多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个ES7到ES11里面 其实提供了很多 非常方便的 或者非常好用的 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呢 其实在项目当中 也可以大大的提高 我们的开发效率 或者说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减少代码的出错率 然后呢 这些新特性呢 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之前 一些语法上的设计缺陷 或者是不足 所以呢 对于这些 每一个新特性 大家课后呢 也一定要去认真的练习 我们再往后看啊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在课程第八章 是不是讲解了 一个实践项目 对吧 我们的实践项目呢 是基于View CLI 这个交流架 进行开发的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 强行讲解了 在这个交流架当中 如何通过ES的一些新特性 实现一些功能 对吧 比如说 我们通过一些 阿达科的请求 获取到一些数据 然后呢 我们也讲解了 如何通过 Promise这种方式呢 一步获取数据 也讲解了 更优雅的 Sync or Wait这种方式 如何去获取数据 另外呢 获取数据回来以后 其实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使用 解构复制这种方式 很方便的获取到 我们获取这个对象里面的 某一个属性 或者某一个值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通过Promise 去讲解了 如何对于我们 获取到的user 这些用户的列表 进行一个代理 我们实现了一个 升序降序的 这样一个排序的功能 用这个功能呢 我们又复兴了一下 如何通过Promise 对于我们的数据 进行一些代理操作 在下面呢 我们讲解了一个 相对来讲 要复杂一点的 一个异步操作 我们使用这种 多张图片上传的 这样一个需求啊 然后呢 把我们的图片呢 上传到阿里云的 OSS里面去 其实在我看来啊 在ES里面 或者说是 难点也好 或者重点也好 其实都应该放在 ES这样的 异步操作上面 所以呢 大家也能够发现在 我们第八张 view实践项目这一节呢 我其实在设计这个需求的时候 也尽量把更多的需求 放在了 异步操作这一块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啊 很多同学在 处理项目的时候 或者在工作当中 很多时候 对于异步操作呢 可能不是很清楚 或者说 他也搞不清楚 这个到底什么 异步操作 然后呢 异步操作这个结果 到底什么时候能得到 所以呢 在第八张 我们把重点 放在了这种 异步操作上面 尤其是这一节 异步操作 多张图片上传的云存储 大家呢 一定要去 多去看几遍 然后呢 一定要融会贯通啊 因为这种写法 不仅是在我们网页端 比如说 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度端 其实操作都是一样的 甚至是我们的node 其实node里面 会有大量的 异步操作 你们使用到的 promise啊 或者asyncavit啊 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对于 这种异步操作 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才可以啊 后面这个呢 组件IQ加载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通过这种 动态加载的方式呢 实现当前组件的 一个动态加载 这其实也是 Vue项目当中 一个很常见的 一种优化方式啊 然后呢 在第九章 我们讲解了 如何构建 我们当前这样一个环境 对吧 我们讲解了Wipack 然后呢 并且讲解了Wipack当中 一些核心的概念 另外呢 我们也对于Wipack的配置呢 进行了一些拆分 最后呢 我们在Wipack里面 配置了Bible 把我们的ES 这些心得性 转化成 流氧器所能够识别的 这样的语法 OK 我们快速的回顾了一下 这门课程 我们学习的一些 关键的内容 大家如果在 看这个电子书的时候啊 如果发现电子书当中 有一些写的不正确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 大家可以在课程的 问答区当中 给我留言 我呢 一定会第一时间 去更正我们电子书的 让我们一起呢 把这个电子书 维护得更好 当然随着 ES心得性的 不断更新啊 我呢 也会一直去维护 咱们这样一个电子书的 下面呢 给大家提出一些 学习建议啊 首先第一个 要多敲代码 其实 不管我们学习 什么样一种技术 或者什么样一个框架 或者什么样一种语言 只要是跟代码相关的 那么我们第一个 都需要去 多敲代码 其实 这个多敲代码 包含很多的含义啊 第一层含义呢 首先 针对于我们这门课程来说的话 首先 我们是不是应该了解 ES心得性 每一个心得性的一个基本语法 是如何使用的 对吧 所以说 对于基础语法 我们需要多敲代码 这是第一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呢 这个语法 在项目当中 应该如何去使用 这个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 不断的多敲我们项目的代码 然后呢 把我们ES 所学的这些心得性 在项目当中 融汇贯通 去使用 这种是不是才相当于是 我们对于这个心得性 真正的去理解它 并且呢 大家要多思考 什么要多思考 其实 我们学了这些ES的心得性以后 相当于是 我们手里面 多么很多的武器 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需求 或者说我们认为 是一个敌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 用哪一个更好的武器 更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不是我们需要 去思考的问题 对吧 比方说九个例子 现在呢 对于数组的循环魅力的方式 我们已经学习很多种 比如说 最早的基础的复循环 对吧 然后呢 在ES5里面 像这种 ForEach Map Area Sum Reduce 等等 这都是ES5里面我们学习的 然后在ES新版本里面 我们是不是选了 其他的这种 循环魅力的方式 对吧 那到底我们在 遇到一个数组的时候 应该采用哪一种方式 大家想一想 它们是不是每一种方式 都有各自的特点 这个呢 在课程当中 我们也总结过 所以说 当比如说 我们遇到一个数组 需要循环的时候 和N多种方式 都可以循环 但是哪一种 是最合适的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多思考 另外呢 因为ES新特性啊 可能很多学刚开始学 还不能够 很好的融会贯通 这样的话 当大家去做项目的时候 更要去多思考 比如说 遇到一个需求 我们想一想 这种需求 是不是在ES新特性里面 有一些更好的 或者更加严谨的方式 能够处理我们的需求呢 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多想的 一些问题 第三个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 其实这个 不管我在讲什么课程的时候 我都一直在强调啊 因为大家学完一门课程 因为毕竟这门课程呢 是我们几乎是手把手 带大家一起练的 所以呢 大家可能在课程当中 遇到问题的几率会比较小 只要你跟着我们一起敲 问题基本上不大 但是呢 大家想一想 其实在我们真正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项目里面 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确定的 但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如何能够快速的分析问题 并且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不断地去积累的 其实我自己啊 是在做线下培训做的比较多 在线下呢 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同学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遇到问题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问老师 当然我们会很好的可以解答 这是一定的 但是呢 他如果每次都依赖我们的话 当有一天他毕业了 进到公司里面去工作 他没有一个依赖的人 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 有同学说 简单 我就百度嘛 那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平时不经常去百度也好 或者谷歌也好 去搜索一些东西的话 可能真正当你遇到问题 想去搜索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关键字 能够搜索到你想要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 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见到很多了 所以呢 大家平时呢 一定要去多分析问题 多解决问题 遇到问题 不要怕 先自己去思考 能不能自己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解决掉 你去百度也好 谷歌也好 或者上个问题里面发帖也好 或者呢 看一些别人写的文章也好 这是不是都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吧 大家需要去总结 积累出自己解决问题的一种渠道 或者一种方式 另外呢 大家需要养成一个好的编程习惯 因为这门课程呢 是一个以语法为重点的一个课程 并不是说那样一个实践项目的课程 所以我相信 学习这门课程的一些同学啊 可能是啊 做过的项目呢 还不是那么的多 然后呢 编程经验也不是很充足 那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一定要去严格规范 自己的编码习惯 比方说 你的编达的命名 是不是规范的 你的函数的命名 是不是规范的 你代码的缩进 或者换行 或者是我们的注释 是不是规范的 这些好的习惯 会一直的伴随你整个的一个开发生涯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呢 就是最后一节课程 我给大家提出的一些学习建议 希望大家呢 能够真正的能够听进去 那到这里呢 这门课程我们就结束了 最后呢 我还想通过大家一句话 大家看啊 我希望大家每天能够进步一点点 你的理想呢 终究会被实现 好的 我是这门课程的讲师 我叫谢成 我们江湖再见